日空空三年的SARS對方地產有很大的衝擊 所以很多人在記憶究竟這波COVID-19 疫情對方地產有影響 對處地政局長但消費表示 但是目前疫情相對沒那麼嚴峻 而且今年以為到四位為例 不管是中國市場 那是新出的賣賣 跟今年同期來比到 並沒有明顯減賊 建物第一次移轉的數量 跟台南市中古屋買賣移轉的數量 其實從110年的1月到4月 大概跟去年同期的數量都是差不多的 沒有明顯減少的趨勢 那麼因為新冠肺炎疫情的關係 其實現在在雙北市疫情比較嚴峻的 那南部呢我們自主性的先居家 那盡量宅在家不出門 所以在台南其實才剛開始 所以感受不到市場上 一個很嚴峻的一個衝擊 台南的方第三到目前 並沒有受疫情影響衰退 甚至調向溫定行動的重要因素 各種表示就是 以南科三輪為相恩人 所帶動的建設和導致 和最大型土地的建設開發 包括看得了 在溫定中大交通建設的建設看好 其後疫情時代 除了家庭關係專門 臨台買家的形態也做出風業條件 最明顯就是小宅化 以及減顧國家上班的訴求 小宅化現在是台南 或者甚至是六都呢 房地產的一個趨勢 那麼這個小宅化呢 就是所謂的麻雀雖小 五臟俱全 那小兩房小三房 但是呢他就有了各項的一個生活機能 那因為疫情的關係呢 很多人需要宅在家 在家裡要工作 那所以呢在家庭空間的規劃上 可能就會要有一個 適度區隔開來的一個可以工作 可以視訊的一個空間 那或者是一個獨立的書房 可以讓他呢居家工作 那第二個呢 就是過去大家很喜歡住透天的房子 甚至三代同堂 那但是因為疫情的關係呢 可能就是每個人要有自己的空間 這個比較符合這個 衛生上面防疫上面的需求 那或者甚至呢 是兩間小房子同齡 這個父母跟這個第二代的家庭呢 臨近相鄰而居 而不是這個大家擠在一起 這個三代同堂的狀況 這也更符合這個 未來防疫的一個需求 當然以前如何變化 都很難說 不過因為這位政府 幫助學一歲新的重路 去到大家的家庭 所以這位之前 為了拼命當歲 對大量稅出稿業 對處九州五個 也有一個避難潮 跟拋售潮 在地觀察 當然是文君 及何喬邦猜過的 和喬邦猜過的 中文君 如果只有幾年 我們會幾年 都很糟糕 在地觀上 很多時